怕我来了别的地方 刚才那里太多垃圾 而且很重的异味 现在在煮晚餐 如果还没观看我上一集不烂麻瓦的视频呢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去观看哦 好来这里呢还有厕所 这个厕所是开到晚上7点钟 可是这个老板很好很友善 他说他会门不锁 让我们晚上可以用 哇那颗星星好亮哦 看到吗好亮哦 今晚应该可以拍到很美的夜空啊 这厕所又新又美 冲凉两块 小孩子一块 上厕所五毛 整间摩石 最重要的是 开放式冲凉哦 哪里 可以在这边划山论剑 神雕对接神雕 哈哈哈 第四只有一间厕所两间 全部都很新很干净 我们的车呢就停在 这个是公共厕所嘛 我们的车就停在这个地方 嗯很暗啊应该看不见 整场就只有我们完全没有别人了 然后他的凉亭呢 现在因为很暗没有灯光 其他的凉亭也是全都是做摩石的哦 1 拍照拍到2点4十多分了 看 怎么吃了才刚刚睡觉 现在的温度是27م 哇 哇,好累啊,先睡一觉再说。各位晚安。 七招八招,俘获一只鞋子王,好大只哦。 好彩没有爬到脚上去哦。 这么大一只耶,哇塞。 这就是我经常要建议车路的时候要关闭所有门床的原因。 所幸呢,这一次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我们也将这个鞋子放回森林去了。 Good morning,早上好。 还是一样风平浪静的感觉。 现在是早上要九点钟了咯,我一般都骑得比较晚了。 这个公共海边的Bondor做到很漂亮哦。 还有摩石的哦。 现在在煮水啊。 刚刚放热水去煮。 差不多半个小时啊。 我们就停这里,昨晚是停在亭子旁边那边。 因为早上太晒了,就移来这里。 然后厕所就在那里。 大路直直进来就是了。 想到Delokole公共海边露营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地图上搜索Bandai Delokole,或者在留言区留言,我会回复你GPS的坐标。 这个画面呢,是未放心前的厕所。 所以呢,希望各位文明的使用,别再破坏新的厕所了。 依然是被缺得的人呢,丢了蛮多的塑料啊,以及垃圾在沙滩上面。 而且这个地方呢,没有设置垃圾桶。 垃圾呢,你必须要自行的带走。 所以导致呢,很多的人呢,就把这些垃圾都丢在海边。 在没有月亮干扰的时候呢,这个夜景是非常的美的。 满满的星星呢,是清晰可见。 还能够看到很多的流星。 我给这个环境的分数呢,是三颗星。 厕所翻新过后的关系,水目前呢,是非常干净的漂亮。 收费呢,是很合理。设备呢,也很齐全,全部都可以用。 缺点呢,就是浴室就有一间。 然后呢,就是像监狱风云一般的,开放式的花沙。 但是就很奇怪,这个抽水马桶的入水管啊,不知道为什么被关闭。 那我把它打开过后呢,它呢,是可以正常入水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老板想要省水吧。 收费厕所的评分呢,是四颗星。 虽然这里是死路啦,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车走错路,走进来里面转头。 半夜的时候呢,还有看似未成年的摩托档,在那边表演技术。 所以等到真正清静下来呢,大概也凌晨一点了。 这个地方呢,就不建议你单独露营了。 多一点人一起去会比较好。 如果呢,是要享受这个星空,还是很推荐的。 所以我给推荐的综合评分呢,是两颗星。 欢迎点赞留言分享我的视频,以及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 接收新视频的通知。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欢迎。 点击旁边的小框框,可以观看我的更多视频。 点击旁边的小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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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